1月23日 演员模特及一身的熊戴玲 及一众城中名人 在香港出席护肤品牌的颁奖活动 到场嘉宾们各个盛装亮相 尽情展现自己滑彩艳丽的一面 而最让人惊艳的莫过于 模特出身的熊戴玲 她一身蛋糕薄纱裙衬身 大秀美艳修长好身材 提到护肤心得 她跟大家聊起女生卸妆的重要性 我的护肤心得就是 最重要就是不能懒 要勤快一点 特别是卸妆 很多女孩子有时候会懒到 带妆睡觉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一定要抽多一点时间去卸妆 然后做护肤保养 这样的皮肤才会好 日前有拍到熊戴玲跟老公一起逛花室购花 熊戴玲称自己是第一次跟老公家人 在香港过农丽新年 心里感到由衷的开心和幸福 买了一盆兰花回来 因为花开富贵嘛 一个好一头 所以而且是第一年在香港 跟老公家人一起过 所以非常的开心 熊戴玲被问到第一胎 希望生男孩还是女孩 戴玲也坦率做了回应 想就想要男孩子 想要一个哥哥出来 但是这个还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对什么都好 女孩也特别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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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